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四星金句是 除了约纳的征兆外 必不及这一代任何其他征兆 奴卡福音11章29节 约纳是旧约中的12个小先知之一 是耶稣唯一提及的小先知 相当特别 约纳做过什么呢? 就是天主召叫他 给他的使命 去尼尼未仁宣讲悔改 尼尼未仁明显不是犹太人 不是选民 竟然天主的怜悯 也去到他们身上 但是约纳不听话 调头走 后来被大鱼吃了 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日三夜 他是悔改的 天主也继续召叫他 他也完成了使命 所以这里说什么呢? 约纳的征兆就是说 只要我们回头悔改 天主的怜悯 必然我们会经验到 第一方面 对万民的怜悯 尼尼未仁就是这个例子 另一方面 也是对个别的 每一个人的怜悯 就是约纳 这是约纳的征兆 我们要看到 在每日的我们生活当中 都有天主的爱 天主的怜悯 呈现 我们不需要像南方的女王 不远千里而来 要跟撒罗门聊天 去听撒罗门的智慧 耶稣就在我们眼前 不单止在昔日的群众的眼前 其实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主耶稣的爱都呈现出来 都临现给我们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认真去看看 这些征兆 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在平凡之中 时常都有天主不平凡的征兆的出现 简单到怎样? 呼吸、喝水 对啊 你去安老院看看 你去医院看看 呼吸是不简单的一件事 有些人呼吸要用什么? 要呼吸机 要唇养啊 哇 真是 为什么我们会 好像现在没有病没有痛 正常的呼吸呢? 是吧? 喝水啊 你看看安老院看看 喝杯水也可以困难的 要做些凝固剂 是吧? 吞水也可以 吞错了喉咙 你会咬到死 对吗? 各位兄弟姐妹 在这里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这个生命 其实已经是毫不平凡 这个已经是天主连吻我们 对我们怀有无限的爱的一个征兆 让我们在里面都懂得 不需要走到千里少少 而是懂得静下来 在祈祷里面 在静默当中 在默观里面 看到这个征兆 然后怀着感恩的心 多谢上主 也都是生活里面 以爱还爱 爱我们的兄弟子妹 来到还爱于天主父 除了约纳的征兆外 必不及这一代 任何其他征兆 《勞加福音》 十一章二十九节